元旦不少民眾早起要迎接曙光 不過天空不作美 受到東北季風 還有南方雲系北夷的持續影響 基隆北海岸跟宜蘭 是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至於國道的路況 下午也湧現了車潮 國道五號北上塞了好幾公里 預估明天將會重早塞到晚 遠方地平線只見厚重雲層 天還沒亮 不少民眾就來到臺東 泰馬里海邊等待曙光 只是天空不作美 陽光無法穿透雲層 不過完全不減從台北新竹來的民眾 迎接新年的好心情 受到東北季風及南方雲系北夷影響 氣象局表示 這兩天天氣失良 基隆北海岸以來地區 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要到週四雨勢才會明顯減緩 禮拜四也就五號之後 東北季風會稍微減弱了一點 水氣也會變得比較少 廉價第二天國道下午湧現北返車潮 其中國五連接頭城交流道的北上車道 大排長龍 車陣綿延幾公里 就算開上國道也只能歸宿前進 時速不到二十公里 高工局預估二號收假日會從早塞到晚 上午的九點到晚上的八點都會有車多擁設的狀況 高工局指出收假日西部國道北部部分路段 下午三四點到晚間八點車多擁設 中部部分路段則從下午三點塞到六點 提醒用路人在早上離風時段出發或改走 替代道路避開 記者綜合報導